亚裔名人堂近日公布了2021年度名人堂入选者名单 今年的10名入围者包括关家倩、李国豪等 亚裔名人堂成立于2004年 以促进亚裔卓越、公平和跨文化的全球叙事为宗旨 亚裔名人堂CEO谢明锦是一名精通十三国语言的艺术家 他今年成为格莱美奖自1992年举办以来 首位荣获提名参选其年度最佳传统流行音乐专辑 年度最佳二重唱组合表演奖项目的亚裔代表 他也是格莱美奖的投票会员 他说每年格莱美有1.3万张会员投票 其中亚裔只有2%的投票权 在目前仇恨亚裔的背景下 亚裔应该在不同领域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发出声音 所以亚裔名人堂的目的就是帮忙大家了解亚裔 了解我们的心理 我自己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每年名人堂都会评选出十名代表不同领域的杰出亚裔代表 今年十名入选者包括出生于香港的电影演员关加浅 他是第一位登上live杂志的亚裔明星 以及日裔夏威夷女演员Ren Hanami 他是亚洲娱乐的推动者 还有李小龙的儿子李国豪和华裔神经外科专家 开创脑癌疫苗先河的廖敏菲博士等人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展示有很多角度和很多角度的亚裔 不仅仅是亚裔美国人 但亚裔美国人都从世界各地 亚洲名人堂入会仪式将于11月13日在线上举行 名人堂鼓手Danny Seraphine届时将出席仪式 KTLA主持人Frank Buckley担任主持 Saint John创始人Mary Gray和她的女儿Kelly Gray 将于11月10日在新港滩举办庆祝活动 名人堂历届入选者包括无数偶像李小龙 奥运选手Christie Yamaguchi等人 凤凰卫视白亦辰 洛杉矶报道 产生下银报道